之前也有讲到那个SQL Lite 不过SQL Lite这部分 因为前面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练习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它存成那个SQL Lite 存的方式不外乎就这些 应该以后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样板 不就是开一个资料库 然后开一个资料表 然后几个栏位 假设是栏就ABCD 然后再把它insert into 我们今天有提到 你可以一笔一笔的新增 你也可以全部串成一个串列之后 再一次sq many就OK了 所以两种方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云端上都有很详细的 那个程式码 所以如果你有出错的话 所以不定可以拿我这个来 稍微run一下 这个应该已经 run过很多轮了 应该催炼过很多次了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分别新增进来 那再来的话就jason jason的话我们刚刚 就有看到点下去 它会是这样的结构 外面是一个中瓜阿虎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外面是一个中瓜阿虎 你就要把它当外面是一个串列 那里面有大瓜阿虎 里面的话就字典 串列字典 所以以后你看到 它是这种格式 你就要见招拆招 所以以后会更多这种 中瓜阿虎 大瓜阿虎 中瓜阿虎 那大瓜阿虎里面可能还有中瓜阿虎 中瓜阿虎里面还有大瓜阿虎 好多层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它抽丝拨浅 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变简单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可能看得到 但是就吃不到 就是只能干瞪眼 那你要土法阿虎 刚刚来做的话 太麻烦了 所以特别注意 反正以后看到中瓜阿虎 就是放串列 大瓜阿虎就是放字典就对了 一定是key value 看起来Jetson是一个 好像新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东西 反正你就可以把 我刚刚讲的方式 去run一下 所以一 那当然我们也分两阶段 先半自动好了 半自动什么呢 按右键 刚刚是直接点就下载 那这个是点下去 它弹出一个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把它存档按右键 这边有另存新档 如果要把它用存成档案的话 那存在哪里呢 也许我把它一样存在下载 下载区里面好了 反正跟刚刚放一样的位置 然后名称的话呢 叫什么 叫PM25 PM 不要点 因为点的话可能会充 就是那个 点这个可能保留字 所以尽量不要 PM25 点 Jackson 好了 可以按储存 那我就把它存档在这边 然后把它 在资料杂中显示 一样在下载区里面 那如果我要开启它的话 基本上呢 接下来我就再建一个新的module 所以刚刚我已经在 这边建一个 新 右键新增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新的module 名称的话呢 叫 PM25 底线 Jackson好了 这个名称finish一下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名称放在这边 并且 跟他讲说 我是放在 C叠底下的 这个 什么user 什么什么 TiPay download 这底下 然后因为 我原本很多层的目录 所以我就加一个小R 跟他讲说 后面的反斜线 就不用再加了 你就自己帮我处理掉好了 OK 那剩下来的话 就是再看一下他encoding 是不是UTF8 这个动作当然理论上应该是 对的 不过有时候为了保险起见 你可以再按右键 开启档案一下 然后用什么 用那个 如果比较好的方式是确定用记事本 把它记事本打开 按右 就是档案寝存新档 UTF8确定一下 OK 那我们就用UTF8 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多都是用UTF8 再来的话呢 我就怎么样 一样open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跟刚刚也open它 然后一样用什么呢 一样用read read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我read过来之后的话 我放在里面的东西 我们把它先 这底下我先把这个先注解掉 主要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print它 print这个list 就是我把东西全部读进来 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print 它要被直接全部 诶有看到了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read 只要read过来的一定是一个字串 但是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中瓜糊 实际上它外面 是有一个东西看不到 就是这个双引号 最后结束也会有一个双引号 只是因为我们列印出来 看不到 它不会帮我标双引号出来 那我怎么知道前后有双引号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加一个什么呢 type TYPE还记得吧 我们在第一堂课好像有讲到 type是做什么呢 就是判断说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有没有 它是street 自串 那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要把它丢 丢成一个串列来处理 很抱歉 其实它是假的串列 只是开头是中瓜糊 结尾是中瓜糊 但是前后有双引号你看不到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那个双引号拿掉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把那个 那个什么呢 前后双引号拿掉 有个简单的方法 叫eValue 这个eValue你把它加了之后 其实它有点像什么 就是把前后的双引号拿掉的意思 前后拿掉 那不就变 那个中瓜糊就凸显出来 那我怎么知道呢 eValue可以把前后双引号拿掉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printed它就知道 所以有特别说 我这边加一个eValue 如果没有加是street 但是加了之后会变什么 type它 你会发现它马上变什么 变成list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以后read过来一定是自串 但是如果你要把自串 前后两个双引号拿掉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eValue就好了 因为我刚开始有个confuse 为什么是这样子 后来我就查了官方 官方说 eValue有点像 反正是自串 如果你要把自串前后的双引号拿掉 用eValue是最简单的方法 OK 就像说 我们前面也用到eValue的时候是 那个自串里面 如果是放数字的话 但是我不确定那个数字是有小数点 还是没小数点 那我怕转型会失败 那我用eValue就好了 意思就是把前后双引号拿掉 它就里面如果是数字 不管它是有小数点没小数点 反正一律就帮我放到另外变数里面去就好了 它就不会是自串了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用法 那我们如果已经确定它是list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拿它来当list用 不然如果没有加eValue 你底下如果要把它当eValue用的话 那一定会出错 那我要做什么 我要把里面的资料把它拿出来 那我要怎么拿出来 第一个一样先print 我也只要四个栏位跟刚刚一样 第二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 这边的话呢 我就可以forDict in这个list 在这个list里面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它长怎么样子呢 我刚刚有show给各位看 我把它按右键 这个pm pm25按右键 用edit 这个用什么 用那个nordepay++开 那刚刚有看到 这个是一个中瓜糊 所以开头中瓜糊 结束也是中瓜糊 表示它是一个串列 另外的话里面放什么 你会发现它里面都放这个东西 那我们前面讲过 大瓜糊在python里面就是字典 那这个字典的话呢 它一定是key value 所以我要怎么样 我就for each 所以我就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 一个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dict里面 可是问题来了 这里面的话 我把它放过来之后 那我要怎么再把它分开 因为它有key跟value嘛 所以我们前面有一题练习题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就是keys 就是那个把它里面的key 前面栏文名字拿出来 就是你可以什么了 执行那个dict 我们前面有写过 如果你要把key拿出来的话 那其实我们是这样写的 就是这边有个keys thiskeys 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我前面特别强调 你可以把它这个字典当成两个串列来处理 像我的习惯就是把它当两个串列处理 那一个是keys 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key的话指的是前面栏文名字 value就后面的东西 把它切开变两栏 所以我基本上呢 假如说我要把它key拿出来 就是放在这个 特别是说 因为你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你要把它转型成串列 所以第一个串列就key的串列 第二个串列是value串列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 假如说 主意来print好了 因为这样我先print print这个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print的keys会是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keys拿出来好了 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他会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呢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的前面都是一样 有没有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都全部拿出来 都全部都是长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在这个json档里面 他的每一个开头都一样 所以拿key真的没有意义 我只是给各位看一下 怕这个地方大家不太了解 所以这个key根本没有意思 主要要的东西应该就是values 所以我怎么把value拿出来呢 基本上我把这个valueprint出来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他就是后面的资料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把这个values把它拿出来 print出来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他这边的话就放什么呢 放这一些轮背 有没有 那个云林 等等的 那这个跟刚刚那个档案的关系 我秀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就是这样 可能你们就是慢慢要去习惯这种方式 因为以后 这种形态的资料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发现一下云端上面 云端的东西大部分都长这样子 他的好处就key value 反正前面就是他的栏位名字 后面就是他放什么资料 如果你要把它解析的话 你就利用我们之前讲的字典 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如果说我要把它逐个逐个再输出的话 底下就很简单 底下的话呢 就是把value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做什么呢 分别把 因为我最后一栏不要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那个最后一栏 本来是01234 4不要 4的是单位 就这个 这个是0123 这个不要 OK单位不要 那所以我就把这4个拿出来 然后呢 中间加tab 让他做输出 所以这边 这个其实跟刚刚写法有点像 前一题也是差不多 执行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OK那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呢 跟刚刚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我们是拿那个Jetson的档案格式 所以特别注意 不过也没差啦 反正管他是什么 管他是CSV还是Jetson还是XML 反正你最后你要怎么输出 你都可以很随心所欲的把它拿出来 OK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XML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eValue的作用 主要就是说 把前后双引号拿掉 因为read之后 它就是自串 那如果你不要 你要自串里面的串列的话 那就要有劳 这个eValue 如果你不用eValue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Jetson 有个Jetson的模组 但是你要imput Jetson模组 用Jetson里面有个Jetson.low low的话就是把它载进来啦 不过我是觉得 你变成说城市会多一行 不过也没什么差 就是多一行而已 写法的话差异性不大 我是觉得有些书籍 都会用imput Jetson的模组 其实对我来说 反正我们只要抓的资料 是对的就没有问题 你怎么写都OK 不过我是追求 城市越短越好 比如说你imput一大堆 反而让城市更复杂 因为本来就可以用的功能 你干嘛还要再多写一大堆 反而会增加你了解 这个城市的负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